摄影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志涵 我觉得11号你的生日刚刚过去了 又长大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心情 感觉有更多工作需要去忙 大家都特别期待你赵哥这部剧 什么时候会跟我们见面呢 这个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只负责那个拍戏 只负责那个拍戏 你之前的作品一直以这种偶像剧为主 这次出演烈火英雄 是有什么戏录上的转变的想法吗 这个戏是我本身很喜欢的题材 然后能接到一个这样的角色 是一些很幸运的事情 我觉得也不是说刻意我要去转型 或者是什么呀 只是说本人很喜欢 那今天有好多部剧和戏要像 自我预测一下会不会想活报 看命吧 那你最近的单曲转身上线了 是不是正式解锁了歌手这个身体 应该是吧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很想做的事情 音乐其实和演戏是相通的 一个是用你的声音和你的声音上面的情感 去给观众传递你的想法和你的感受 一个是用你的演技演戏去感染观众 我觉得都是相通的 在歌手方面还是一个新人 要学习很多东西 能不能为我们哼两句转身 那我就直接唱高潮吧 厉害 来吧 因为一回忆无反过陪着我 牵手和我走到生命的终点 幻想才是最美 得到了一破碎 你走远 职业的 700万粉丝福利是一张没有露脸 腹肌杖 女生怎么锻炼的 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健身习惯 男生喜欢锻炼 那你觉得女生最完美 最健康的体重是多少 没有什么最完美的体重 只要你是我粉丝 你就拥有完美的体重 能不能透露一点 你800万粉丝福利是什么 不知道啊 我也没什么好露的了 自己如果说公主抱一个女生的话 你觉得最多能抱多少 我只有在戏里可能会 抱一些合作的女演员 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体重是多少 打游戏的时候会有什么习惯吗 打游戏的时候喜欢骂脏话 喜欢骂脏话 粉丝都说你是全系男友 我跟你说说你听听哪个比较适合你哈 一个是哈士奇系的男友 外表比较高了 内心是个逗逼 夏摩耶的男友 憨憨的很可爱 是暖心小天使 德目男友就是双双很高 智商情商都很高 外加安全感爆疼 金毛系男友 成熟稳重 如果比较贴切的话 应该我是哈士奇的 多余出来的一些时间的话 会不会看粉丝剪辑的视频 我看过好多 剪成那种很搞笑的 还有那种古装的文件 我觉得好的我都会去点赞 很多粉丝说你古装装扮 比你现代装好看 你认同吗 我不认同 我觉得自己最像鸡牛 和最不像鸡牛的地方 爱钱 两个字给一个特大喜 我觉得也是我一个态度 就可以很奢侈地过生活 但不能去浪费 比如说你可以点 很贵很贵的东西 但你一定要把它吃完 但我又觉得 我不像鸡牛做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很小气 我觉得我还挺大方 就是对朋友 下面要说一些词 然后根据每个词 你要说出五个 形容这个词的词汇 龙分夜 中分 三白眼 软酷 不爱笑 很沉稳 林书呢 林书就很阳光 很热血 以功高强 就差不多 你自己 不是那得看形容 什么时候的自己 现在是 一股余力不足 一会儿的你呢 一会儿我就要上去搞笑了 变得亢奋 在有活动的时候 主要看金主爸爸 想要什么效果 我就可以给他来什么效果 你现在的效果就非常好 好的 刚才我们说到直男 所以我们的直男大测试就来了 第一看问题 女生说自己变胖了 你应该说别吃了 你确实该减肥了 哪怕这么说 你们就要这么说 那肯定找不到女朋友的 和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旁边的女生让你帮忙拧瓶盖 你顺手就给他拧开了 再再说 我猜你就没有听明白 和女朋友去看电影 旁边的女生让你帮忙拧瓶盖 你顺手就给拧开了 那不行 得找自己男朋友去帮忙你 女朋友跟你说 亲爱的 那天我刷淘宝的时候 看到一件很适合你的衣服 没事 别给我看衣服 你给自己看衣服 看到什么买什么 女朋友拨小龙虾 游滴到了你新买的一西装上 你应该怎么做 这个空更大了 怎么那么不小心 我帮你拨吗 天哪 你居然能答对 太小瞧我了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 因为知道一会儿你也很忙 希望你的小愿望 全部能很快很快地